戴着帽子的男子 鬼鬼祟祟站在住户门口 随手拿起住户的鞋子 用力闻了一下 接着全身大战斗 似乎挖到宝 接着直接把住户鞋子 给拎着带走 踩走几步 只见男子又忍不住 把手上的鞋子再次闻了一口 接着再闻一口 似乎对着战利品 满意的不得了 这才心满意足离开 民众住家监视器 清楚录下这恶心一幕 原来这名年约30岁的男子 就是近期在基隆多处住家 偷窃别人鞋子的惯犯 而且只偷女鞋 那本分局已经针对 该犯嫌特殊的习性 及这个窃盗的行为 来加以进行比对 看看男子偷鞋的模样 又闻又秀的 尽管没对民众生命安全 造成威胁 但出门上班 发现鞋子被偷 心情绝对不好 然而事实上 专投女鞋的怪贼 不止他 警方持搜索票 来到窃嫌家中 夸张的窃嫌母亲 竟还不知 儿子原来就是 社区里的女鞋大道 高跟鞋 平底鞋 凉鞋 造型鞋 新一色都是女鞋 摆满嫌犯家中房间 共计867双 由于每双都有味道 交杂一块 形成一股诡异又难闻的鞋臭 40岁的男子 住在基隆某个大型社区内 从2013年起 开始偷窃社区住户女鞋 事后管委会 多加装了监视器 经过比对 这才知道是男子所为 最后男子总细触犯的 867件窃盗案 分别除以合并执行 有期徒刑六个月 得一颗罚刑18万 虽然偷鞋不是重罪 罚钱了事 但对女性住户来说 鞋子被这样乱闻 谁还穿得下去 借助力容颜静宇 基隆报道